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里的配菜我们准备了有小葱 然后还有一些青红辣椒 西红柿 这里是红薯粉丝 这里是蒜苗 我们先把蘑菇准备一下 蘑菇买来了以后是这样的 可能底下有很多脏东西 我们先取一片下来 如果你这个底下有脏东西 你就把它掰下来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撕成这样 脏东西我们还是把它掰下来 或者你拿厨房剪刀把它剪下来 这样把它撕成这样大块的放到里面 如果有脏东西你就把它拽下来 或者拿厨房剪刀剪掉就可以了 像这样 我们的蘑菇淘洗两三遍以后呢 就洗干净了 最后一遍呢 我们要把它这个水把它这样全部攥出来 因为蘑菇像海绵一样非常吸水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里面的水全部攥干净以后呢 然后放在一边等一下就可以用了 我们的食材呢 我们的食材呢 基本上全部都准备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切的是小葱 那么小葱是这种空心的 那么这个呢是蒜苗 蒜苗的这个叶子呢是扁的 是不一样的 所以看起来好像是很很香像 好了现在我们把食材准备好了 就可以到厨房开始烹饪了 做这个蘑菇牛肉砂锅呢 那么我用这个家里有的塔吉锅 之前在这个微博上也是放的这个照片里面 我加了一点点油 然后呢是中小火 我们把这个牛肉片分牛片煎一下 我们的牛肉煎呢 基本上看不到粉红色就把它拿出来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油呢留在锅里 现在呢还是中火 然后我们把葱放进来 然后辣椒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把蘑菇放进来 把它煸炒均匀 等我们的蘑菇炒软了以后呢 现在我们把大酱放进来 然后呢 再放一些辣酱 然后呢再放一些辣酱 这个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来调整 那么如果你要是没有韩国大酱呢 就可以用这个黄豆酱 也可以 已经很漂亮了 是不是 现在呢这个酱炒匀了以后 我们把熊柿加进来 稍微翻匀一下 稍微翻匀一下 然后呢现在呢我们把这个粉丝加进来 摆到上面就可以了 摆到上面就可以了 然后呢还有牛肉 这时候呢我们稍微加一点点水 在这个底下 然后呢盖上锅盖子 用中小火稍微焖一会儿 差不多过了一两分钟 等锅子开起来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食材 把它均匀的翻一下了 等我们把食材翻均匀了以后呢 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尝一尝味道 我们可以调一下味儿了 因为只有大酱和辣酱在里面还不够咸 所以说我们要放一点点盐 大家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来放 然后我们再把它翻均匀就可以了 加盐翻均匀以后呢 如果你要是锅子太干了就加点水 如果不干的话就继续盖上盖子 稍微用中小火再把它焖煮个两三分钟就好了 等我们的锅再开起来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蒜苗放在上面了 一个是提味儿一个是呢颜色也好看 然后呢这里还有一些香油 加一点点香油 然后这道菜就完成了 我们的非牛蘑菇砂锅就已经做好了 做这道菜的好处呢 就是说你只需要用这个锅来做 用这个锅来吃 你不需要洗锅洗盘子洗碗 非常非常简单 一锅出 嗯太香了太棒了 最后放的这个蒜苗这个味道太棒了 那我替大家尝一尝 你吃汤的一定要配米饭 当然你也可以配其他你自己喜欢的这个食物 来一起煮食一起 来点这个蘑菇 来点这个牛肉 又有营养味道又好 来一大口啊 嗯太浓郁了太棒了 再来口米饭 嗯味道非常好非常浓郁 而且很下饭 这道菜呢 的确是非常简单 你这样一锅出来以后呢 营养也有了 美味也有了 而且不用刷盘子刷锅 刷那么多东西 是不是 好了学会了这道 肥牛蘑菇砂锅呢 做一下跟家里人和朋友一起分享 屏幕下方有更多的美食视频 这里别忘了订阅 YouTubeYouTube视频 好了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现在我们在这个传统的 杨树的鱼家里 然后我们有这么一条自己的船 跟那个澳大利亚的Michael 还有我们的Gang 我们的朋友一起跟鱼鹰的 跟我们的鱼鱼师傅一起 到江里去捕鱼 我们看看鱼鹰是怎么样捕鱼的 好了我们走吧 出发